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型 俄罗斯境内方向 乌军情局6月25日程,其下属特征部队 当天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个俄军戴药库成功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致使俄军两个军火库持续爆炸,大火燃烧8个多小时 该军火库存放着约3000枚大口径的炮弹,被完全引爆 据悉,乌军无人机之所以能够精准打击该军火库 是因为活跃在当地的乌克兰游击队提供的坐标与地理信息 与此同时,乌军还成功摧毁了靠近哈尔科夫边境地区 比尔格罗德市南边和西边部署的两个俄军铠甲SE防空系统 其中藏匿于距乌克兰边境25公里外 比尔格罗德一所学校内的俄军营地也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打击 该地不久前刚刚被改建为临时军事基地 此次的袭击导致俄罗斯军人死亡 令人受伤由于火灾和进一步爆炸的风险 200名居民从附近的房屋撤离 而从地理位置上看 这其中的两个俄军铠甲SE防空系统很可能是被海马斯火箭弹摧毁的 哈尔科夫前线 在哈尔科夫以北的沃夫昌斯科 乌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再次的将一批俄军包围在了突出部 上次在该村城镇 有俄军400多人的格鲁乌 维迪威和车程部队 三支特种部队被歼灭 这次又有俄军飞蛾扑火般的 突入了海来 被围困了 与此同时 乌军第三斯巴达人旅的空中侦察部队 发现俄军部署在边界的防空系统后 果断的呼唤和引导海马斯进行打击 共摧毁了两套俄军铠甲防空系统 该系统的单个成本约为1500万美元 其中一套应该是打击导弹部队 其他目标的附带伤害 并非直接命中 巴姆特前线 昨天俄军再次试图在查索艾尔以北的 卡利尼弗卡跨越运河 但未获成功 被乌军第56旅挫败了 至少有一个机械化牌被摧毁 其中包括了一辆坦克三辆装甲运车 以及至少15名士兵 顿尼茨克前线 乌军消息称 毕竟俄军在这里不断的集结兵力 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以便攻占波克罗夫斯克 随着俄军致命轰炸次数增加 乌克兰顿尼茨克州州长 瓦蒂姆菲拉什基下令 撤离几个前线城镇和村庄的儿童 及其父母或监护人 以应对俄军的推进 昨天 泽尼茨基抵达顿尼茨克地区 布克罗夫斯克视察 听取了军队的汇报 并召开了关于前线地区 人民安全保障和支援工作的会议 泽尼茨基亲自来前线 解决了许多问题 包括确保水社会问题 疏散国防援助和住房修复等基本服务 他说 我与我们的战士总司令 谢尔斯基和新任联合部队司令 特纳托夫将军一起访问了 顿尼茨克地区 今天 我正式将他介绍给所有负责 顿尼茨克地区防务的人员 并直接收到来自岗位的报告 我很高兴 亲自拜访 并感谢我们英勇高校的第10旅和第47旅 我还感谢我们的战地医务人员 无论男女 他们在稳定伤员 拯救生命和提供最大支持方面 开展了最重要的工作 见证这样的奉献精神和乐于助人的意愿 确实令人感动 目前 乌军已基本在东部前线稳住了形势 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詹姆斯·奥布莱恩表示 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进攻 是胜利战略的关键 而对俄罗斯造成经济损害 是乌克兰横攻的另一个关键步骤 乌军能够迅速地改善前线形势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他们不再缺少弹药了 俄罗斯军事记者斯拉德科夫 抱怨称 前线局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几天前 我们的炮击次数和乌安人还是十比一 如今俄罗斯军队每炮击三次 乌安人则会回击二次 炮火密度远高于我们 6月25日 在乌克兰人的不断努力下 再次从俄战俘营中换回90名乌军战俘 其中包括国民警卫队 海军陆军地方防卫军 边防军和马里乌布尔防卫军 这些人员都是战争初期 俄军大规模进攻时期在乌克兰各个城市俘虏的军警人员 而乌克兰释放的俄军战俘多数是最近半年战场上的投降人员 或在各个战场反击俘虏的俄军人员 为了换回被俘的军人 乌克兰专门成立一个部门 并在卡特尔、土耳其等国的帮助下 不断的与俄罗斯谈判 这些回国的战俘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不似有些国家对待回来的战俘的提示态度 甚至进行政治迫害 这反映一个国家的良知以及文明长度 当地时间6月24日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三名主审法官 依据检察官指控和在案的证据 一致裁定对俄罗斯前国防部长少尉谷 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部长格拉西莫夫 发出逮捕令 逮捕令的依据是在2022年10月10 至2023年3月9日期间 俄军对乌克兰平民目标发动了袭击 他们两人涉嫌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侵犯人权行为 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这是俄乌战争以来 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的领导人 高级官员所发出的第五和第六份逮捕令 之前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罗斯儿童监察员贝洛娃发布逮捕令 还对俄空天军远程航空兵司令 科比拉什 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索格洛夫发出了逮捕令 他们嫌疑大规模的空袭 武汉多座城市平民设施犯下战争罪 反人类罪 现在的烧耶古和格拉西莫夫 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 无疑再次重创俄罗斯在国际舞台的形象 并让俄罗斯更加孤立 路透社消息 周二 美俄两国国防部长 罕见的通过电话进行沟通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与俄罗斯新任国防部长 别洛乌索夫的首次通话 别洛乌索夫当着奥斯丁的面 指责华盛顿 对上周末的乌克兰 对克里米亚塞瓦斯托布尔的海滩 致命袭击负有责任 导致紧张局势加剧 别洛乌索夫还提醒奥斯丁 如果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美国武器 有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奥斯丁毫不识弱 直接怼了回去 他表示 这是乌克兰自行决定 瞄准的目标 因为乌克兰有权这样做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以便他能够保卫其主权和领土 免受武装侵略 其领土包括克里米亚 他毫不客气的说 如果俄罗斯真的担忧自己的国民受到袭击 可以选择从乌克兰撤军 美国保证不会让乌克兰把美国的援助的武器 用来侵略他国 是的 美国人毫不客气的怼得俄罗斯人压口不言 可以说现在的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充满蔑视 其在战略规划中也将昔日的二加三调整为一加四 俄罗斯被降级到了与朝鲜 伊朗和叙利亚同等的一般的威胁范畴中 虽然在整个俄乌战争中 美国不断的根据战局变化调整政策 但都是以公开扬谋的方式呈现 对俄罗斯提出的要求 美国停止援助乌克兰 美国人也给予了明确答复 是美国援助乌克兰武器 是为了帮助乌克兰自卫 一直援助下去 如果俄罗斯希望和谈 就必须撤出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这是唯一的选项 目前 尽管美国没有公开的表明 俄罗斯不撤军的严重后果 但从美国一直以来的政策表现可以得出 美国对俄罗斯策略是温水煮青蛙 通过控制战争节奏 让俄罗斯国力不断的削弱 如果俄罗斯不撤军 后果就将是战败解体 从美国一些政客和智库分析看 美国人更乐于看到一个 由莫斯科共和国加西伯利亚共和国 加远东共和国形成的松散的联盟 这样的格局更易于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美国议员乔治·莫尔索严 正而只要不断的推高战争成本 又可以在对抗中让俄罗斯联邦自然性的休克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昨日拜登政府正在解除美国军事承包商 部署到乌克兰的禁令 这一政策潜在变化旨在协助乌克兰军方 维护和修理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 制放更多的乌克兰军事人员 另外美国再次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 1.5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 未来的供应预计将包括海马斯反应火炮系统的弹药 短坦克弹药小型武器和手楼弹 以及1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无法核实援助计划是否包括 可以从海马斯系统发射的战术导弹 但不包括技术弹药 消息报道 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已于5月25日正式在德国卢森堡展开 同时进行谈判的还有摩尔多瓦 乌韩总统杰林斯基议会议长 乌斯兰斯特·凡秋克和总理丹尼斯·什梅哈尔 昨日联媒出境 并向国民保证将确保乌克兰最终将加入欧盟 尽管有些人声称这只是一个梦想 杰林斯基对此发表讲话 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 我们将与欧盟就乌克兰的加入问题 进行真正的谈判 我感谢所有保卫乌克兰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人 我感谢团队竭尽全力 让我们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我们永远不会偏离通往统一欧洲 所有欧洲国家共同家园的道路 丹麦外交部宣布丹麦将向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拨款超过2100万美元 以加速旗加入欧盟 即使现处于最艰难的战争时期 乌克兰一季度GDP增长已经高达6.5%了 所以说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 是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的 俄罗斯害怕周边国家入盟后 在欧洲盟友们的支持下 将很快的成为自由民主的富裕发达国家 这将是对极权腐败贫穷的俄罗斯来说 是地缘政治的致命打击 俄美塔斯社的消息 24日发生在达基斯坦共和国宗教组织暴乱事件 昨日又引发后续了 在共和国首府马哈齐卡拉 一群不明身份的枪手 再次袭击了安全部队 手持突击步枪的安全部队 与宗教分子展开了激烈交火 显然就不能说是恐怖袭击了 而是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内战分裂了 格林姆林公表示 俄罗斯总统不会对达基斯坦共和国事件 发表任何评论 这个很自然 应该是因为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吧 毕竟 所有的自治加盟国 现在都对俄罗斯掀桌子闹分家 都表示这日子没法过了 并一致盼望夜之间脱离俄罗斯而去 你说做家长的普京怎么想呢 只能沉默不语 当今世界所有明白人都看出了 俄罗斯这个国家 越来越走向禁锢和封闭状态 让人民失去了太多权力和自由 俄罗斯外交部6月25日发表声明 为反制欧盟对四家俄罗斯国有媒体实施的禁令 俄罗斯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进一步的自我孤立 禁止欧盟81家媒体在俄罗斯境内的采访活动 本来就被国际社会抛弃了 周边邻居唯恐避之不及 自己不进行反思 还千方百计的进行自我的封闭 大搞禁锢排外政策 这种主动脱钩国际社会大搞内循环 似乎让俄罗斯正飞快速度 向全球的典型禁锢自由的国家北韩靠拢 原来普京二十多年以前说的所谓给我二十年 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只不过就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 要建立一个全球典型的封建制国家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属不易 喜欢大雄视频的老铁门 请随意的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